今年萬聖節 美國東岸的小朋友 恐怕沒辦法出門 Trickle treat 從紐澤西州到維吉尼亞州 美國東岸遭遇了十八年來 最嚴重的大雨 海上的巨浪 高度達到了兩點二點八公尺 突破了十年來的紀錄 首都華盛頓特區家家戶戶 幾乎都是淹大水的 民眾這個萬聖節是泡在水中的 加拿大照常來度過萬聖節 但民眾玩什麼呢 玩十四梗 萬聖節要模仿 模仿什麼 他模仿卡在蘇伊斯運河的 這個長次輪 就是把自己扮成了長榮的貨輪 長次輪 身上背著沉重的貨櫃蟬 卡在河邊的爛泥裡頭 走也走不動 加拿大這名女子 今年萬聖節的裝扮主題 靈感來自長榮的長次輪 台灣貨櫃龍頭長榮旗下的長次輪 三月份卡在埃及的蘇伊斯運河 癱瘓國際海運 更意外成為了外媒的頭條焦點 有人在萬聖節扮成一艘船來慶祝 也有人無奈划船外送 店員站在小船上用鏟子充當船槳 有的人乾脆涉水前進 美國華府遭遇十八年前 颶風伊莎貝爾以來最嚴重的大雨 海鮮市場淹傳了水度威尼斯 老闆也只能苦中作樂 德拉瓦河的出海口 還出現二點八公尺高的巨浪 突破了十年前的紀錄 美國東岸從紐澤西州到維吉尼亞州 遇到風暴來搗蛋 萬聖節無奈泡湯 華西新聞綜合報導